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魁有物 甲申乙丑 这是一个女命 他就在说 他感情路一直很破折 是不是以后一生都是这样子 自己在那边紧张了 其实说真的 他也没有几岁 他才26岁而已 他才26岁 然后碰到一些失落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看他在这几年 他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我们先看看 其实他这一个八字来讲 你看到勿魁一合 勿魁一合 无火克 所以说我们会知道说 他的本命本身官就很弱 他本命官就很弱 他进入这个运程以后 他进入这个运程以后 第一个你会看到天干他是官 地支他也是官的这一种克质的时候 金会克一木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比较容易会发生的 就是说跟人家去竞争感情 比较容易进入到 人家讲的三角恋情这一种状况 那地支又出现一个有金 所以说补足他原本受伤的一个金 所以其实他的 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他这一个运程的官运 其实走得不错 他其实走得不错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几年的一个状况 一个是丙申 丙申 丙申一合 地支 有没有看到 就是 申酉金 所以说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的官运其实很好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午火在这边又会去压抑着 所以 当然这两个怎样 他是不会再受伤 可是毕竟他的本质是一个午火 他要去对抗这个官杀的一个情况下 就会很想要管对方 跟对方容易起冲突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其实他的一个官运来讲 他不是没有 而是流于会跟人家争吵 而把人家怎样赶跑 再来就是丁友 丁友的话 丁友的时候是以牧生 丁火克星金 所以说他的天干的星金受伤 地支是酉金 酉金的时候 午火更能够欺负他了 更不用讲 所以说他的一个恋情 其实都一直会感动到不顺 过来今年是戊虚 戊虚来讲 这个问题就会很明显的可以解决 就是午火生戌土来生酉金 这个就ok 这个就ok 然后天干来讲的话 戊虚土生心金克乙木 这个也还算ok 所以其实他的一个官运 其实就会慢慢的 在今年是会不错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他毕竟有一个午火克酉金 虽然酉金不会伤 可是他有这一种的状况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是他很想要去管另外一半 所以他假如他另外一半脾气跟中荣义一样的话 绝对不给他管的 管个屁 跟你吵架 所以说他这一种方式就是很容易会跟男人争吵 所以说他这一种的状况来讲的话 我们会知道说他一直都会有这一种特质 就是他会想要管男人 这种八字他就是会想要管男人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其实并不会说如他所义 如他所义 所以除非他去找一个个性上比较柔弱的一个男人 那肯让他管了 或许他这一个部分就可以过 他真正要好的话是要到下一个大运 午火生戌土来生 午火生戌土 生酉金就会全部起来 所以他的官运是在下一个 会更好 他的官运会在下一个 会更好 而不是现在 这一个状况是说他本来就伤 本来就不好 然后再给他一个 可是给他一个来讲 他本质又是会克责他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有感情 但是都很容易争吵 非常容易争吵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只要天干的官 假如在一个不顺的时候 因为他本身就会再去压抑他 在不顺的时候 就很容易一气之下就拜拜 在明年以后 他的这个状况就会逐渐逐渐回复 就是说天干的心经不再受影响 可是地支的友经 还是会被欺负 因为吴火毕竟就在这里 我是不会欺负你 没错 但是我就是会想要管你的 这一种意思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只要心经只要出一个问题 他就很容易感情就会结束 会感情就会结束 所以后面来讲基本上就不会 基本上就不会 所以说 可是他还是会面临到那种争吵不断的那一种情况 真正会好 就是要等到下一个运程 这时候申酉金全部都回复的时候 而且都是火生土 土生金 一种连续相生的一个情况 其实他到下一个运程 他的感情官运 才会正视的是最好 也是他人生最棒的一柱官运 他是人生最棒的一柱官运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